南投县109年度社区微电影及福利社区化纪录片首映会 与樱盘国小大礼堂盛达举办 副县长陈正成及县艺员赖英雪也到场参与 而活动中除了播放社区微电影、产业行销计划、大小旗舰计划 及台湾梦儿少社区陪伴计划等七部纪录片外 还有34个社区产业摊位做行销推广 现场相当热闹 售期的一个成果发表 就是微电影还有纪录片 就是要让我们售期大家有一个互相观摩感动的机会 所以这些年来我们非常感佩 我们受劳处办理售期的工作伙伴 大家都非常用心 甚至于在辅导方面也做得非常到位 那在相对的经费方面 我们还是利用公益彩建基金 来益助 所以让整个社区活络起来 先议员内衍雪表示 相当感谢县府团队的用心 也看到13乡镇协力社区的付出 而今年更扩大举办 邀请中张投嘉义、张化、云林 一起来共享盛举 而透过交流也能够成为一流的领导者 我们南投县所举办的 社区微电影的首映会 我们看到来自我们南投县13乡镇 各机油社区还有协力社区 可以说是积极的参与 尤其是这一次呢 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中张投四个县市 我们云林嘉义 还有我们南投 这些县市张化 一起来共通的来共享盛举 也能够互相的取经 我想透过交流 能够成为一流的一个社区领导者 此次社区微电影 及福利社区化纪录片首映会 播放社区微电影 产业行销计划等起步纪录片 更有多个社区产业团位做行销推广 先议员内衍雪肯定县府团队的用心 并感谢各社区团队的奉献与付出 记者成本局南投采访报道